夏小兰打了电话就不急了 她坐回长椅 又多要了一个冰淇淋 香蜜湖这地方之所以叫度假村 就因为它包罗万象 除了娱乐设施 还有夜总会 有酒店 有饭店 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 时间充裕的话 能在度假村玩好几天 夏小兰和刘永耀跑装修现场 李凤梅和刘子涛到是能在度假村多玩几天 刘永也完全消费得起 老婆孩子难得过来一趟 住一住度假村里的酒店又咋了 那个张头鼠目的男人 以为能等到夏小兰几人离开娱乐城 那就错了 最终离开的可能就只有刘永一个人 不过这根刺不拔掉 岂不是让那张头鼠目的二流子 变成了不定时威胁 夏小兰也没有声张 等刘永父子玩了海盗船 两人满头大汗走过来 夏小兰和舅舅一家照常吃饭 那个二流子还挺嚣张 一直不远不近的冲了夏小兰笑 刘永岂会没有感觉 那些人 在鹏城 刘永还没遇到过这样嚣张的 毕竟他手下管得几十个工人 一般人哪敢主动招惹他 可惜刘永没有王霸之气 前忧后醋的跟着几个人吧 他也不太像老板 身边要是没了跟班衬托 就更不起眼了 被鹏城的太阳晒的黑不溜秋 一点也没有派头 一家人来香蜜胡玩 奉行财不露白的传统美德 穿的都很普通 夏小兰这样好看的年轻姑娘 出门在外 要是没有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人跟着 真的容易招惹是非 夏小兰拿这张脸一点办法都没有 妖娆不端庄 好桃花没开几朵 总招惹些混混流氓 听见刘永问 夏小兰冲着舅舅使了个眼色 这都中午了 我们是不是要先吃饭 刚才我打电话回去 李栋梁让您回去一趟 一会让舅妈和涛涛待酒店里 我俩去看看施工现场再过来 生舅俩加起来要投资一百多万 工程要是有问题 钱就全部打水漂 一想到这个 李凤梅晚上睡觉都在愁 哪里会拦着 她道 我和涛涛自己在这里玩两天也行 你们先去忙 刘子涛更没有不舍 度假村这么大 她还有没完的游乐设施 之前还黏着夏小兰 现在连表姐都要往后靠一靠了 吃过午饭 夏小兰攻破着时间 就和刘永慢悠悠往度假村外面走 这时候是下午两点 一天中最为困倦的时候 度假村里也没上午热闹了 玩累了的游客都要找个地方歇脚 那几个人果然在后面跟着 刘永把拳头捏紧 夏小兰低声道 您别急 瞧见前面停了一辆卡车 夏小兰心中一松 后面的人已经等不及了 快步追上来 想要拉车夏小兰 呸 臭婆娘 还敢踢老子 夏小兰刚好走到卡车边上 车门猛的被推开 跳下来短头发的白珍珠 一下就把张头鼠目的男人按在地上 骂道 要调戏女人 也要睁大狗眼睛瞧清楚 是不是你能惹的人 白珍珠的力气太大了 她在小商品市场做生意 三脚九流的人都要打交道 穿衣打扮都偏男性形象 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她的性别 她是一脚能踢掉杜兆辉大牙的人 打了岗伤也没见谁收拾她 杜兆辉是忍一时之气 却也嫌白珍珠这样的江湖人麻烦 不想招惹 江湖人还特别讲义气 接到夏小兰的电话 立刻就杀了过来 你他妈谁呀 放开老子 不然别想走出村子 白珍珠一下就笑了 哟 村霸呀 这还真是个村霸 香蜜湖度假村这块地方 以前叫香茅湖 湖边长满香茅草 就是边陲小鱼村 后来外商来投资 市政府将这一大片土地化为度假村 原本的当地居民迁出 算是八十年代的拆迁 拆迁当然要有赔偿 拿钱拿房 也不种田 也不打鱼了 这些人就有手好闲起来 张头鼠目的人 就是原来村长的儿子 白珍珠捂住胸口道 我好害怕 你爸真是个大官 夏小兰好想翻白眼 白珍珠都快变成老油条了 很有吸睛天赋 别和他耽误时间 白珍珠一个人打好几个没问题 人家是村长的儿子 在这一带是一呼百应 很快就冒出十来个人 把卡车围住 刘勇都一惊 夏小兰特别淡定 白珍珠敲了敲车厢 叮叮框框的 一下子冲下来几十个满身灰尘的工人 这是把施工的装修工人都拉来了呀 这些人也真沉的住气 直到白珍珠敲车厢才现身 个个都规规矩矩的冲刘勇叫老板 刘勇的眉头舒展了 很豪气大方 道 今天就当放半天假 工资还是按一天的给 这些狗东西要是敢反抗 就使劲给我打 打伤了我出医药费 耍流氓的差点没下尿 就是摸了一下腰 这些人是要把村子当平还是咋的 二流子的脸还被踩在地上呢 夏小兰蹲下身看她 笑着道 你经常干这种事吧 那我可要替女同胞出出气了 摸腰也就罢了 夏小兰反正也踢了对方 可一直不肯罢休 盯了她几个小时 非得要守到她离开度假村 不就是想到了人少的地方 干点啥坏事吗 夏小兰把帽子扔到对方脸上 就像是夏令动手 白珍珠的手像铁钱一样 捏得对方嗷嗷叫 鼻涕和眼泪一起飞 还有尿骚味传来 说揍就揍 连帮胸也没放过 夏小兰就在一边站着 好像担心白珍珠会手软似的 杨姐也在装修工人里 时不时凑上去补一脚 她脑袋有点懵 一定是太阳毒辣晒的她眼花 娇滴滴的小兰姐 咋这么凶 那天她姐咋说的 别不信小兰姐 都是为了照顾姐弟俩 小兰姐才跑这一趟 杨姐低着脑袋 她万万没想到 小兰姐是这样的大佬 以后一定要更尊重小兰姐 尊重刘永叔 拐角处 季江源看得默瞪口呆 哈罗德笑得意味深长 道 季 看来蓬城的治安也不太好 你的朋友 就是那位漂亮的女孩 她是华国的黑手党吗 不 华国没有黑手党 我们是法治国家 我们是法治国家 夏小兰同学是华清大学的优等生 是拿奖学金的标兵人物 不是让人忍不住想点烟的女大佬 这是什么打开方式 在蓬城 给她爸身边的秘书打个电话 也比拉一车工人过来 搞得随时都要泄斗的场面强吧 娇滴滴的人 原来是这样匪弃 季江源脑壳痛 夏小兰不是开玩笑 她说要让他妈跪长安街道歉 看样子不是假话 其实 要说夏小兰多凶狠吧 还真不是 动手的是白珍珠和装修工人们 她又没粘过手 但从头到尾 她一直都很淡定 而且白珍珠再能打 明显也是听她的 这就是大佬作风嘛 哪大佬会亲自动手的 只会失了身份 季江源都觉得眼睛疼 新生欢迎会上 一聊天就发现有趣又有内涵的夏小兰同学 竟然还有这么凶残的一面 季江源吃惊归吃惊 莫名又有点想笑 哈罗德先生 既然我朋友不需要帮忙 那就不用麻烦您了 耽误了您的正事 我很抱歉 哈罗德看了季江源一眼 季 这不是我的错觉吧 你不希望我接触他吗 哈罗德又不是发情的种马 见到漂亮的异性就会扑上去 什么东西方的审美差异 都是瞎说 白种人 黄种人和黑人 哪个人种都有长得好看的 真正的漂亮 能打破不同人种的审美壁为 要哈罗德说 这个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 华国黑手党小姐 是很火辣的 火辣不仅是身材 更不是粗俗的言语 而是一个女性骨子里透出来的热辣 极致的性感 不是裸露身体 是这样隐隐的撩人 不 我想您在鹏城的考察 比认识一位华国女孩更重要 季江源的说法 哈罗德是否认可 尚且不知 他身边的几个跟班针想疯狂点头 恋爱什么时候都行 来鹏城考察投资才是正事啊 显然 季江源说服了哈罗德 他收起脸上的兴趣 道 走吧 黑手党小姐看起来能解决自己的麻烦 不需要歧视的拯救 虽然又有一群老老少少 手里拿着农具冲出来 黑手党小姐依然不惊慌 想必是能解决这个麻烦的 打了小的 又出来老的 这边有几十个装修工人在 夏小兰倒是不怕 说句不好听的 自己儿子啥样 心里没点逼数吗 要不就认怂 把自己儿子领回去 要不大家就去派出所 对方看下小兰态度这么横 也摸不到他这个外地人的底细 动不动就拉一大卡车工人来打架 一般的村霸也惹不起的 这年头 能在鹏城搞工地的 也不可能是一般人 外地人想有这样的局面更难 肯定是有关系背景的 领回儿子还要说几句场面话 夏小兰笑呵呵地打断对方 都是当坏人 就算在监狱里 杀人放火的都比是强奸犯 对你人耍流氓算啥男人 他要是还敢耍流氓 我见一次打一次 夏小兰对这种人是深无厌绝的 到底是压不过夏小兰的气势 加上他们那边理亏 拿着锄头扁担冲出来的村民 又灰溜溜走了 装修工人都欢呼 他们打架也有轻重 夏小兰不惹事也不怕事 这种处事风格 瞬间就深入了人心 刘勇说放半天假 说到做到 让这些人自己找乐子去 夏小兰问刘勇 舅妈和涛涛还在度假村里 这些村民在我们这里吃了亏 会不会去找他们麻烦 刘勇以前就是游手好闲的 对这些人的心态很了解 道 一旦认了怂 再想捡起胆子就不容易了 再说了能搞度假村也不是吃素的 你看他们在园区咋不敢动手 度假村靠游客赚钱呢 游客里还有好多港澳同胞 香蜜湖是鹏城打造的 观光旅游的展示窗口 谁要在度假村搞事 投资人不会放过他们 政府也不会姑息养奸 李凤梅和刘子涛待在里面 其实再安全不过 夏小兰也认同 又道 等他们完够了 还是让人来接一下 说完 他看向街角 不知道为啥 他总有种刚才被偷窥的感觉 可看过去 分明有什么动静都没有 真是被个二流子搞得一身一鬼了 夏小兰瞧见杨洁也在 刻意叮嘱她 今天的事 别告诉你大姐 知道了 小兰姐 杨洁声音很大 挺得胸膛 好像接受手掌检阅的士兵 夏小兰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 顿时失效 你不用这样 我平时又不是这种人 梁洁使劲点头 心里屈不信 平时不是这种人 那又是哪种人 行一行 你是大佬 你说算 放半天假 赶紧回去休息 夏小兰也无语了 满脸都写满不相信 让她还如何把天聊下去 梁洁干了几天活 的确很辛苦 她没有技术 只能干小工 所有辛苦的重活 都是小工干的 大师傅贴砖 小工得搬运 得背砖上楼 得调水泥灰 也不是谁欺负杨洁 这就是工地上的规矩 要不请小工干啥 不就是替有技术的大工分担吗 哪个行业想学点技术都不容易 像这种装修 要想有经验的带杨洁 那得先把打杂的活干好 有大师傅觉得杨洁顺眼了 才会说点技术官俏 夏小兰眼睛间 能瞧见杨洁手上是破皮的水泡 和干农活强度还是不同 掌握不好力度 弄出几个水泡是很常见的 现在放半天假 夏小兰就让她赶紧休息去 杨洁挠挠头 小兰姐 我会好好干的 谢谢你给我这机会 说完就跑 生怕夏小兰吃了她一般 夏小兰琢磨 这口气听得不太对 杨洁好像真想在远回长久工作 而不是坐两三个月 赚够彩礼钱就回老家 如果是这样 杨洁好歹是高中学历 她要对舅舅提一下 观察几个月 看她能不能派上用场 为着杨永洪的缘故 杨洁还是比较可靠的 现在远回真是缺人 李栋梁和葛剑不是不够好 但都没有统筹大局的观念 挖不到人才 只能自己培养 夏小兰回去的时候 汤洪恩的司机小王在家里等着 给她塞了封邀请函 领导说 你要是有空 就去看看 这是夏小兰最近收到的第二封邀请函了 招商引资的酒会 小王点头 是政府主办的 好多港商和外资都要来 挺好的机会 夏小兰也觉得是很好的机会 但她有点迟疑 问道 我去的话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你是认真的吗 小王知道夏小兰是很爱钱的 喜欢赚钱的人 怎么可能拒绝这种场合 夏小兰应该如意得水才对 夏小兰把邀请函揣好 道 当然是假的 我只是习惯性谦虚而已 小王一脸便秘的表情 怎么办 好想打人啊 但又不能打 瞧领导那样 对追求刘芬的热忱没减少 只不定哪天夏小兰和领导就成一家人了 因此 只能可怜她这个当司机的 小王觉得自己可怜巴巴的 夏小兰叫她吃晚饭也不肯 开着车就跑了 夏小兰把邀请函摆到刘勇面前 刘勇也有两分处 都是外商啊 我们去 那正好啊 看看南海酒店的装修完了 有没有合适的项目接荡呗 去了可能空手而回 不去就真的不会天降横财 舅舅您选哪个 刘勇连习惯性谦虚都没有 赶紧道 去去去 要想赚别人的钱 那就要拉下脸 不然咋能和大公司竞争 刘勇想得很开 他不怕弯腰赚钱 只要不是恶意的羞辱 都不算个事 说好听话又不要钱 赔着喝几杯酒更不是个事 起点滴还要姿态高的赚钱 想得美 刘勇搓了搓脸 你也穿漂亮点 别让人看扁了 夏小兰点头称是 邀请韩上写的是自助酒会 他虽然不用穿得像走红毯那样隆重 也不必穿得寒酸去卖穷 搞得破破烂烂的很与众不同嘛 那汤红恩叫小王送来邀请韩 才真是丢了汤市长的人 夏小兰不是拧巴的人 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 他非要与众不同 那不是独特 是脑子有毛病 反正酒会是后天晚上 夏小兰有充裕的时间 去搞定自己的穿着 他是准备直接挑Luna的夏装 搭配好了 绝对丢不了人 离阳城那么近 夏小兰直接去Luna的总部选衣服 陈希良听说他要去参加招商酒会 眼睛一亮 极力向他推荐一款礼服 反正汪明明又不会穿 我们把细节改一下 连夜做出来一件就行了 小礼服是很好看的 根本没有大肆生产 版样已经送去了香港 夏小兰颇为动心 最终摇头道 汪明明穿不穿是她的事 既然借了人家的名气 我们说过的话就要算话 送给她的款 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夏小兰重新选的条连衣裙 奶白色的A字板 小圆领上缝利圈圈的彩珠 这其实是LUNA的金秋新款 还没有投产 秋天时候可以单穿 天凉可以在里面加一件白衬衣 或者外面穿风衣也行 这种版型 完完全全就是杂志上大牌的版型 若是让大牌去生产 料子会更高档 小圆领上的彩珠会更精致 现在吗 马马虎虎 陈希良不好意思 道 如果用更好的珠子 生产成本就贵了 不过你别担心 还有时间把这条裙子上的珠子 重新缝一下 衣领上的彩珠的确显廉价 不过陈希良说了要负责改 夏小兰就不用担心 她问 那个护士来的投资人 她的店开好了吧 说到开家门店的客户 陈老板就喜滋滋的 过几天她就上下庄了 我让她开业筹编下庄打折 正好帮我们卖点货 除了她 还有精灵的百货商场 也对咱们的品牌感兴趣 一项合同都签了 阳城本地也有人联系过我 到了明年 Luna在全国起码有十几家店 夏小兰点头道 今年的冬庄 我们就上电视广告 给那些摇摆不定的投资商家把火 没有一开始就上广告 不仅是缺钱 一个品牌从设计到投产 到货物调转 和整体的运作 都不是一下子能上手的 夏小兰既不能亲力亲为 就必须给陈希良适应的时间 陈希良不愧是未来的服装大佬 干这行真的有天赋 她预测 明年Luna会有十几家门店 夏小兰认为 电视广告一推 明年的门店数量 能达到30至40家 这个期望值 符合全国的省会和直辖市数量 现在毕竟还是1985年 明年是86年 品牌运作再好 也不可能一口气吃成烫子 任何人都不能和时代对着干 华国的经济发展也要一步步的来 能把全国的省会城市拿下 将来才能辐射到其他中小城市 夏小兰说的30至40家 还不包括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会城市 反而是京城阳城和户市这些地方 仅仅开一家Luna门店是不够的 这些城市的女同志有钱又肯花 改革开放一来就开始追逐时尚 不多开几家门店 又如何能将他们的钱包榨干净 反正不买Luna的衣服 他们的钱也会花到别的服装店里 夏小兰和陈希良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陈希良平时自己也在琢磨 有些东西模模糊糊的 夏小兰把窗户指给捅破 她马上就能明白 我说让你当顾问就是对的 有些想法太心气大胆 陈希良要是一个人做主 会瞻前顾后 可她一说出来 总能得到夏小兰的认可 还把她的想法给优化了 这生意做的真是说不出来的畅快啊 今年年底 我们一定可以分红 陈希良兴高采烈的许诺 夏小兰笑着点头 品牌和服装店零售不同 品牌要花很多钱在推广上 如果第一年就能盈利 夏小兰会替周成高兴 别说她和周成现在还没分手 就算分手了 她也希望周成过得好 两人现在的争执 是观念的差异 并不是周成劈腿出轨对不起她 夏小兰还不至于要诅咒周成越过越差 和平分手的 也要拼命踩前任的话 夏总不太懂这逻辑 把前任说的以前不止有啥意思 她过得越糟糕 就显得自己的眼光越烂 实在不是件值得夸耀的事 夏小兰搞定了衣服 还在阳城的百货大楼挑了双配裙子的高跟鞋 7月9日 1985年的高考如期结束 夏小兰认识的人里 今年并没有参加高考的 就连邵光荣也决定参加10月份的成人高考 彭城市政府搞的这个招商酒会 定在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晚上 乔治和季亚到北方小县城 注定是要铺个空的 等他们再折返 哈罗德这边的事都办得差不多了 艾伦管家曼吞吞来到彭城 正好赶上这次招商酒会 你那衣服已经准备好了 彭城有什么好旅游的 哈罗德能在这里逗留 说明是看好在这里投资的 还有什么比参加招商酒会更好的场合亮相呢 给季也准备一套 乔治对他的季子可不算好 季恐怕没有参加这种场合的衣服 年轻人是不需要穿的多好 难得季江源不自卑 然而跟在他身边出席正式场合 哈罗德亦会觉得丢人 艾伦管家一点都不吃惊 作为一个合格的管家 他必须要能体会到主人的心思 道 他的衣服也有的 可能细节还需要他本人是穿后修改 常规尺码不会太合身 有钱人喜欢自己定制服装 并不全是装逼 同样的身高和体重 有的人肩宽 有的人手短 常规尺码取得是平均数值 自然需要修改细节 当然 也就是有管家的富豪 才会如此讲究 八十年代的华国 男童志们的西装普遍宽大 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 毫无版型可言 更何况普通西装和男装礼服还不同 艾伦认为华国人应该是不懂的 季江源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 肯定不属于普通华国人 艾伦估计他是知道的 哈洛德将手下收集到的资料翻看完毕 难难道 乔治那个蠢货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但这不代表他变聪明了 华国的官员能量还是很大的 他还想在华国压住别人 想要压住对方的确有办法 但哈罗德为什么要这样干 如果和华国官员对着干能赚钱 哈罗德毫不迟疑 可要在彭城投资 哈罗德再和彭城市长对着干 他又不是疯了 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资 都需要再三考察 需要先把各种关系里清楚 哈罗德不用自己去查 只需要把任务交给别人 总有人会给他需要的答案 他让季江源跟在身边 固然有对方不惹他讨厌的原因 更重要的还是季江源的身份 如果说优秀的话 季江源一个读大学的年轻人 还不至于把哈罗德给镇住 这个世界上 又不缺优秀的年轻人 再优秀的人才 也要为资本家服务 华清大学的世界排名是多少 哈罗德身边的助理 都是哈佛毕业生 世上哪有那么多一见如故 就算是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 绝大多数也是 见色起义和别有所图 不过 这种实话就不必说出来 让季江源伤心了 还是让年轻人相信 世界是有美好的吧 哈罗德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衣服 季江源一无所知 敲门进来 先生 艾文管家说您找我 哈罗德指了指桌上的邀请函 道 市政府举行的酒会 我希望你一起去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那些请来的翻译 这就是季江源的工作范围了 一百美元一天的高薪 并不是那么好赚 他不仅需要当哈罗德的玩伴 这种正式场合 季江源还要担当翻译 季江源肯定不会拒绝 从京城到鹏城 他都没能摸清哈罗德的意图 市政府办的招商酒会 对方会暴露投资目标的 何况 哈罗德的确算慷慨 这些天 季江源的吃住水平 都和哈罗德完全一致 出席酒会 还给他准备了礼服 季江源摸着衣服的料子 就知道价值不菲 这种当资的衣服 就算他没和家里脱离关系时 也不是季江源的消费水平 他不由皱眉 哈罗德对他实在有够大方 是亿万富翁不在乎小钱吗 要不是亲眼看见哈罗德 对着女服务员调情 季江源肯定忍不住 怀疑对方的性取向 有夏小兰打点 刘勇出席这样的场合 不至于衣着不得当 松垮垮的西装 肯定是不能穿的 从刘勇开始做生意 夏小兰就早早培养 她的穿衣习惯 个子本来就不高 在套上松垮不合身的西装 真的很不好看 所以她的衣服 比不上大牌高定 那也是找好手艺的裁缝定做的 一直就是商都那位老裁缝 料子是越用越贵 一口气做了十来套 正式场合 刘勇并不缺衣服穿 叫了个出租车去会场 在路上 夏小兰试图让她舅舅放松 自住酒会也没什么的 食物都放在长桌上 服务员端着酒水满场走 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不要冻油腻多汤的东西就行 容易把衣服弄脏 要是紧张 咱们进门就端一杯酒 喝不喝都行 反正手上抓着东西 手就知道放哪里了 刘勇就纳闷 问道 大学还教这些呀 夏小兰笑眯眯的 我跟着书上学的 外国电视里也有嘛 反正您不用紧张 咱要是真的能门上和外商说话 还有我给您当翻译呢 港商就更不用怕了 日语您不会说 听懂是没问题的吧 来内地做生意的港商 不管普通话好不好 也要拼命说一说的 外商也不怕 英语基本上是世界通用语了 夏小兰认为以自己的水平 充当下翻译没问题 刘勇被说服了 夏小兰今晚虽然穿得好看 却也简单清爽 瞧着就像进餐厅吃饭的 只不过客人们的当字高了点 刘勇的确不紧张了 他也是经常和市长吃饭的人 进了会场 刘勇眼睛花 平时也没见 捧场有这么多外国人啊 这是全凑到一块了吗 夏小兰和刘勇的到来 其实也没掀起什么波澜 他俩又不是啥大人物 那些不动声色的打量 更多是因为夏小兰的美貌 角落里 唐勇月推了推杜赵辉 赵辉 你看那个生面孔呀 杜赵辉一看 哟 这不是夏小兰吗 他道 玫瑰花虽然又香又美 却是有刺的 唐大哥你要慎重下手啊 也不知道夏紫玉能整容成什么水平 要是长得有自己唐妹七分水准 他也犯不着送对方去整容 夏小兰今晚着实亮眼 杜赵辉往常见他 虽然不吐气 到底是清汤挂面的造型 精致的脸上 浓妆淡抹都相依 再换上小礼服裙 杜赵辉承认自己都已不开目光 这女人有男朋友不算什么 难搞的是本身的强势啊 杜赵辉说夏小兰是带刺的玫瑰 唐人越大笑道 我不怕扎手 男人和女人交朋友是很正常的嘛 除了口味特别的 夏小兰那款正是男人会喜欢的 唐元越对夏小兰很有兴趣 向杜赵辉打听基本情况 在京城学建筑 有一个男朋友是京城高干之子 你其实早就和他打过交道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帮东风控股拿下了南海酒店装修的 就是他舅舅的公司 那个见鬼的无边界游泳池 就是他的设计了 唐元越既不信邪 杜赵辉很想他能去碰碰钉子 也就知无不言了 果然 杜赵辉这样一说 唐元越更有兴趣了 赵辉 一个女人漂亮 已经是上天的赏赐 她有骄傲的资本 如果再有点小才华 那她脾气坏一点 就更正常了 总之不是娶回家 做个朋友而已 你说的太夸张了 高干子弟的男朋友 唐元越根本不在乎 因为美华主要会在蓬城发展 天高皇帝远 她真不怕京城的官员 追女仔都是个平本事 香港有钱人那么多 有时两个豪门小开同时 瞧上某个女星 难道把家产和背景一一亮出来呀 那样也太低端了 唐元越端着酒杯走过去 杜赵辉心里颇为阴暗 要等着他灰溜溜被拍回来 哪知不知道唐元越说了什么 竟和夏小兰相谈甚欢 隔着人群 杜赵辉差点被夏小兰脸上的笑给谎话了 不应该呀 没理由唐元越待遇那么好 难道姓唐的长得比他英俊 杜赵辉摸了摸自己下巴 除了个子不算高 他长得又不丑 夏小兰什么品位 之前交往的高干子弟不挺帅的 难道已经被甩了 这是要重新寻找目标吗 那找唐元越可就找错了 杜赵辉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十多分钟 唐元越回来了 没烧都是春风得意 赵辉 和夏小姐聊天真是如沐春风 哪有你说的那样尖锐 明明是性格随了长相 带着交易的声音 让见多识广的唐元越都浑身苏码 杜赵辉不肯信 他和唐元越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杜赵辉也不想想 他和唐元越两人 与夏小兰认识的情形截然不同 第一次见面 杜赵辉就以夏大军雇主的身份 静自要安排夏小兰去香港 而后又鄙视对方学的专业 说他应该去香港当明星 再然后 杜赵辉的车速太快导致了车祸 一次比一次印象糟糕 夏小兰又岂会对他好生好气说话 唐元越就不同了 今天是招商酒会 刘勇知道唐元越是美华的老板 远辉的项目虽然是东风控股给的 那美华也是南海酒店的股东之一 也就是说 远辉也算在给美华干活 美华和东风控股的争斗 关夏小兰和事 唐元越以南海酒店的装修作为切入点 和他谈的是国外的建筑大师 这种话题风雅有内涵 最适合眼下的场合 夏小兰难道会沉着脸叫唐元越滚蛋吗 实际不同 聊天的人也不同 成容集团涉黑 美华的背景却是干干净净的港字公司 唐元越拔根汗毛都比远辉总资产多 人家肯来搭话 夏小兰自然要客气回应 瞧见唐元越离开后 和杜兆辉凑到一起 夏小兰也不意外 杜兆辉和唐元越是两回事 夏小兰分得很轻 唐元越主动来攀谈 对方的心思 夏小兰更是心知肚明 刘勇压低声音 这些香港老 说话一点都不实诚 小兰你可要警惕他们 刘勇以前是不愿意 夏小兰和周成出对象 怕周家门槛高 也担心了小子不靠谱 可到了南方之后 隔海的小报和杂志经常传到鹏城 刘勇看到香港那些有钱人的绯闻 顿时能体会到周成的好了 全靠同行衬托 周成如今在刘勇心中 那是人如其名 城市可靠的形象 好的不能再好 香港人是有钱 但那钱不是自己挣的 花起来也看人脸色 刘勇生怕夏小兰被相当有钱人骗了 刚才来搭讪的唐元越 多半也不是好东西 和杜少爷会一起呢 舅舅 我心里有数 那位唐总手上还带着婚戒 美老会有未婚妻 我不会被骗的 谈生意可以 谈别的怎么可能 刘勇心里呸了一声 果然不是傻好东西 还想来骗他外甥女 幸好他家小兰聪明 不是那么好骗的 两人正聊天 彭秘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了过来 刘总 领导让您过去一下 今天的招商酒会 市里的领导一直没有现身 听彭秘书的意思 是在楼上开小会吗 刘勇被彭秘书的刘总叫得很意外 他虽然文化不高 在人际交往上还是很敏锐的 不知是不是错觉 汤市长身边两个人 司机小王一直对他很热情 这位彭秘书却不远不近的 哪曾这样亲热叫过刘总 平时都叫刘勇同志 刘勇觉得不对劲 夏小兰一察觉到异样 舅舅你跟彭秘去吧 我正好出去透透气 这里闷得很 就算不出去透气 以夏小兰的口语水平 也能和外商说上话 刘勇倒不用担心她会无聊 她向来都听外甥女的话 小兰叫她跟着去 肯定有原因 那你小心一点 夏小兰点头 看彭秘书把刘勇带走 那些在观望中的狂风浪蝶 顿时凑了上来 夏小兰一个都没得罪 却也没有多亲近 总之名片收了一堆 过了半小时也没见刘勇回来 她就真的端了杯果汁 去露台透气 会场里是纸醉金妮的酒会 厚厚的窗漫外 则是亲近的露台 好像两个世界 夏小兰还以为露台上没人 角落里有一点红光在闪 有人坐在那里抽烟 看不清样子 不过体格高大 让她颇有压力 对方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好像在控诉被她打搅的亲近 露台也有先来后到 夏小兰说声抱歉 正要离开 听见那人的笑声 嗨 黑手党小姐 你不用走 我愿意和你构想这个露台 我愿意和你构想这个露台 我愿意和你站在唱室 我愿意和你 这就当我愿意和你